哼我就知道你是冲着香汤点进来的 居然连香汤都有人想学啊 那我就委屈一下教教你们吧 这碗香汤的由来是这样的 UP主最近放假回家 我妈觉得我应该好好补补 于是买了两只这样的有机老母鸡 据说这种科学散养快乐成长的老母鸡 肉会比较嫩不容易柴 然而我妈自带黑暗料理属性 明明只是给老母鸡洗了个澡 非要说她做了碗鸡汤给我喝 我含泪喝完那碗洗澡水 握住妈妈的手 厄地娘呀 还是我来吧 冬天煲汤讲究滋补 没两款高端的配料 怎么能镇住我娘呢 于是我百度到了食谱 松茸竹生鸡汤 但是松茸很贵的呀 你们都知道吧 在松茸的时候 我发现了另一种蘑菇叫鸡松茸 价格便宜不少呢 正好有的食谱也是用鸡松茸做的 那就她吧 把这两种蘑菇摘摘洗洗 用淡眼水泡澡澡了 然而这时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只老母鸡 还没有多看 但是真的猛是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撸起袖子干他喵的 哼 怎么砍不断啊 怎么还不断啊 对不起老母鸡 我不是故意的 砍个头都这么难 剩下怎么办啊 就在这时我的女神来了 她说 听到这句 我的心在欢呼在雀跃 太好了太好了 终于有人帮我切鸡了 然而剧情并没有这样发展 我的女神揉着眼睛丢下了一句 开始注意点手啊 就回屋睡觉去了 妈我的亲妈 你就这么相信我能搞得定这只鸡吗 后来我想了想 大概是她也不会斩鸡 因为上次她是整只包的 包了一个小时问我 为什么鸡还不烂啊 然后把鸡旁边清澈的水盛给我 说你先喝汤吧 精华都在汤里呢 呵呵 于是我包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心理 跟着这只老母鸡相处了漫长的20分钟 我发现砍刀真的只能用来砍东西 你想用它切鸡皮都切不断的 自己要包的鸡含着泪都要砍完 最后砍出来的成果是这样的 我为自己点赞 剩下来的步骤就简单了 把鸡块洗干净 切两片姜 倒点料酒 放冷水 大火烧开 煮三分钟 烧的时候敞着盖子哦 这个鸡煮出来没有什么浮沫 所以其实可以不换水 但是我喜欢汤更清澈一点 所以我把它拿出来用热水冲了一遍 一定要用热水哦 这个时候蛋白质预冷会凝固的 冲干净的鸡块加开水 再说一遍 开水 放鸡松蓉 大火煮到它们热血沸腾 然后盖上锅盖转小火 让它们在里面焖骚一小时 一小时之后加入竹笙 它们就可以快乐的三批了 让它们享受半个小时 等的时候我泡了枸杞 因为我的汤不是马上喝 所以我的枸杞是关火焖好的 如果你立刻就喝 那大概出锅前10到15分钟放进去 喝之前为了好看 我还撒了点葱花 刚撒好妈妈就出来了 哎呀好香呀 你这什么汤呀 鸡松蓉有什么用呀 为了解决妈妈的困惑 我打开了百度 结果发现了一个 我一辈子都不想知道的事 虽然松蓉跟鸡松蓉只差一个字 但是松蓉人家是长树上的呀 那鸡松蓉呢 杜娘说它是夏秋生长的辅生菌 辅生的意思就是 它是长在史上的 妈您趁热多喝点 虽然鸡松蓉还是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的 但是我还是接受不了 它和祥的亲密关系 如果当初我知道这是一碗祥汤 不是肯定不会做的 好了不说了 我去给女神盛汤 拜拜